这家饼干店一年卖150万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近年来发展非常快的Cookie连锁 叫Crumple Cookie 如果你听过这个名字的话 应该知道他们的收益在同行里面 是比同行要多三倍以上的 那我们今天会讲关于他们的加盟费用 他们预计开业的成本 还有你是不是能够加盟这个品牌 然后在什么地方可以加盟 他们预计的回报 还有他们的回本周期 在2017年8月份 一对表兄弟开了第一家Crumple Cookie 五年之内他们帮助了他们的加盟商 开了接近500家的分店 那在42个美国的州都有他们的分店 那很多州现在已经不能代理了 包括加州包括Froid 这些阳光比较足的州 基本上来说他们的加盟已经全部完结了 那可能在美东区还有机会 在日本在加拿大在欧洲 可能你还可以加盟这个品牌 Crumple Cookie的加盟费用是5万块目前 在去年6月份之前 他们有一个优惠 就是25,000块钱 过了6月就涨到了5万块钱 那开一家Crumple Cookie的成本 是22万到56万之间 那具体的明细 我会附在视频的最后 那我们说几个大块的成本 第一就是你租赁一个地方的三个月押金是16,000块 然后包括你要专修的费用大概是在75,000到22万之间 然后包括一些各方面其他的成本 你整个开业的费用在22万到56万 如果你想要开一家连锁 但是没有太多的预算的话 实际上这个牌子是适合大家去探索的 Crumple Cookie的授权费加广告费是2% 和大多数的食品和饮料行业都是类似的 接下来这个数字 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多加盟商疯狂的想要加这个品牌 准备好了吗 他们的年销售额是平均在150万 他们的中间价也是160万 所以你并不会看到有一些Crumple Cookie赚特别多的钱 有一些Crumple Cookie赚很少的钱 他们每家的大多数的销售额都是类似的 你每年在这个单店上面保守来说 收益是30万 也就是说我们保守来说的话 你投资一家Crumple Cookie按照最高的成本去投的话 你的回本周期也在你两年半 大多数的加盟商都在两年半之内能够得到回本 Crumple Cookie的创始人 他们身家每年都会翻十倍 在2019年他们的收益才是25万 2020年就到了250万 到了2021年的时候已经是2200万了 所以接下去的几年 他们可能会被一些大的财团收购 然后如果你已经加盟这个品牌的话 恭喜你 如果你没有的话 如果你在美东区的话 那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 根据我们的经验 80%的连锁店都不愿意开放他们的单店营业数据 那运气比较好的是Crumple Cookie属于比较透明的那种 它有14家分店的营业数据是公开的 我听过很多人告诉我 我开一家店了两年三年回本 结果啪 倒闭了 我就不说什么了 如果没有对比的话 你可能不会意识到 Scrumple Cookie有多么逆天 那我们跟他对比一下他的一些竞争对手好了 Mrs. Phil他有120家分店 那开一家Mrs. Phil的这个成本呢 是在25万到41万之间 那根据他们披露的财报 他们平均的年销售 是销售而不是利润 是26万 所以如果运气好的话 你加盟了这家的连锁店 你每年他还能够赚个4万块钱 5万块钱就已经最多了 接下来另外一家呢 是叫Great American Cookie 那他有270家门店 那可能在他们被收购之后呢 会增加到500家门店 开一家Great American Cookie的这个成本呢 是27万到40万之间 他们的年销售 差不多跟上一家一样 也在26万27万左右 所以对比来说这两家 如果你加盟的话 你们的回本周期 大概在10年 11年 12年左右 那有对比你才知道 Cramble Cookie 他的两年半回本 在这个行业 基本上已经是个神话了 这个账号呢 并不是为了鼓励你 或者是反对你 去加盟任何的牌子 我们只是为了 消除加盟连锁之间的信息差 那避免我们华人 因为这个语言的问题呢 被割了韭菜 那如果你想要加盟任何的品牌的话 可以直接在他们官网上 跟他们去联系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联系的话 我们下一期会教大家 怎么去写一个letter of intent 非常简单 直接发给他们就可以了 据说呢 跟我们点赞的朋友 都会成为下一个scramble cookie 谢谢大家 关注旭哥北美餐饮孵化